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6日 星期一 上節跟大家說的是阿富汗 大家見證著歷史 塔利班曾經 當政 也失去了這個政權 失落了很多年之後 就是 失落了 變成武裝遊擊隊 大家沒有想過他會勝利 想不到今天攻陷了首都 克布爾 進入了總統府 所以這個世界充滿著變數 所以 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真的看到有大量的聲音 覺得美國失敗了 美國失敗很正常的 這個現在是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成功才奇怪 真的很認真說 美國失敗不重要 美國失敗是很正常的 一個左膠政府 拜登的政府 怎麼會不失敗呢 就算有最強的美軍又如何呢 政策 決定 誤判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可以失敗 所以你真的問我真心 我不認為你覺得美國失敗就代表全世界失敗 如果大家覺得 拜登政府失敗就等於我們所有人失敗的話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之負面 的想法 也是 非常之不全面 實際上我們從來都幾乎 沒有試過跟左膠跟拜登 站在同一陣線的 我們從來都沒有靠過他 當日 支持香港的 不是拜登的 各位 當日支持香港人的 是特朗普 是蓬佩奧 拜登當政 令到他的盟友失敗 甚至滅亡 其實是可以預計的一件事 反而是引證了 不僅不是失敗 反而是引證了 根本拜登就是沒有這個能力去處理他的敵人 當然 另一個總統的指揮也不代表 一定是阿富汗就沒事 但是拜登就告訴全世界 保證他不會 收回撤軍的命令 也不會突然間 改變那個行動 假如你現在強硬地要攻佔 阿富汗 塔利班就不會勢如破竹了 但是對方看通了你 拜登就不會做這些事 所以有甚麼特別呢 既然大家覺得 原本拜登就是China Joe 會跟敵人妥協 拜登上場是他的盟友潰敗 有甚麼特別呢 整件事只不過再一次引證美國民主黨執政的時候 他的盟友就會死青光 當然這個也不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說法 如果純粹 歸咎下去所有政治 原因 這個也不是一個 太過科學 太過客觀的評論 當然這個也放了很多大家主觀的感覺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有時 戰場 和戰役 其實那個心態真的很重要 兩個人打架 一個人是打算置對方於死地 要拼命的 另一個人是打算練習和你玩玩而已 大家可以想像到到底誰比較危險 甚至乎不是誰比較危險的問題 如果對方是想要治理於死地 你只是打算 玩玩一下 陪對方玩一下 搭一下手 其實會死的機會很大 美國總統拜登令人的感覺就是覺得他肯定不會認真反擊 所以他的敵人 就可以如入無人之境 這個就是重要的 亦都使得 阿富汗的軍隊 或者阿富汗的政府 覺得 不會有任何盟友 再去支援 這個也可能是一個潰敗的原因 這一節要說的是美國的退役軍人 曾經在阿富汗 擔任訓練的軍官 他很詳細地總結了 他覺得為甚麼 這次阿富汗會大敗 陳先生 已經部署過三次 分別是2008年至2009年 還有2010年和2012年也來過阿富汗 那裏服役 首先這個前軍官就是不想說太多政治 他覺得要 牽扯到政治 就會變成了政治話題 很明顯 他就說了我早這三分鐘說的話 他不評論 到底是不是因為拜登政府 還是因為共和黨政府的問題 很多人都知道我就是奉命檢視阿富汗的陸軍訓練 以及成為阿富汗陸軍的顧問 因為阿富汗基本上是一個沒有海的地方 基本上他的軍隊徹徹底底就是陸軍 因為有美軍在這裏才有空軍 這個問題稍後再說 反恐戰爭就消耗了 大半的人生 對於他來說 結果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 他說在這個海外的軍事行動 當然就是阿富汗 無論動機是怎樣 他認為 到最終撤離是必須要進行的步驟 而撤離的原因通常就是被用來 衡量到底誰是勝利者 誰是輸家 所以他說 撤離的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 影響了 所有人到底對勝負 那個看法 他說得也沒錯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判定 一場仗 到底是打贏還是打輸 就好看你是在那裏駐守還是離開 這個就是霸地盤的概念 一場成功的軍事行動 可能到最後就不代表你要在那裏駐守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突擊 以及營救人質行動 軍事行動可以成功 但實際上你就不會在當地駐守 從另一個角度說 香港現在 幾十萬甚至乎過百萬的人要撤離香港 這件事 真是很難 不去說我們這場仗是輸了 這個戰役 或者這個戰役 這個戰役 我們輸了一場戰役 不代表整場仗到最終我們會輸 但是戰役 我們現在是戰略上失利 這個就是不能避免的 這個就是不能避免的 也解釋到為甚麼這個撤離 是為了未來要 贏回來 就是為了要保存力量預備 在有機會的時候 再反擊 大約在12年之前 美國和阿富汗政府高層決定了 阿富汗 需要訓練 10萬的新軍出來 這個想法也跟我們相似 美軍如果訓練 不同的國家的人 包括香港 訓練了部隊出來 會不會 陷入阿富汗的情況呢 這個其實是理論上有可能的 不過 有趣的地方是我們 不是當權者 很多時候 其實是真的 這個世界 代表政府軍擁有金錢 擁有體制 擁有裝備 但是 政府軍是最沒有心要去戰鬥的 只是想打一份工 只是想鬥一份糧 伴軍 伴軍如我們 因為我們不是政府 就代表是伴軍 伴軍的特質就是 非常之 有戰意 但是非常之小資源 也非常之缺乏裝備 組織 所以伴軍一般來說 只能夠打油擊戰 所以換句話說 假如 假如如果今天美軍訓練了香港人部隊 有1、2萬人 我們做的事 基本上 全部都會做游擊和突擊 絕對不是做固守陣地的工作 戰意理論上 伴軍一定比駐守的軍隊高 駐守的軍隊 例如警察 來來去去就是想怎樣可以多拿一些福利和好處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警察宿舍 什麼時候可以移民外國 這個一定是他們在想的東西 所以先不說政治 先不說 塔利班是否甚麼恐怖份子 單是從這個叛軍的角度去說 你可以想像到他的人一定是更加有戰意 什麼人會在一個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會願意 跟現政權拼命的呢 塔利班出的薪一定不會高的 一定不是高薪口職 高薪糧準 又不會有福利 又不會有宿舍 為什麼 武裝份子會願意做叛軍呢 願意做叛軍的人 一定是對於現政府 極度不滿的人 基本上你是願意 甚至乎是一種價值觀 要跟他拼命 不理甚麼原因 只想看到他就是賭下 所以從心態上來講 叛軍 一般來說 戰意 比政府軍高昂非常之多 所以這個就彌補了 大家的 財力的元素 武力的元素 假如如果你說你是叛軍 但是我又要有人出糧給我 要高薪糧準 然後 又要有福利 又要有安逸 又要有宿舍給我 又要給我結婚 你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你這個 你這個不用指要會打得贏 其實 基本上 叛軍一定是在一個極惡劣的情況之下 還是要繼續作戰 還有戰意的人才會可以做到的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 絕大部分這個世界現在 所謂的恐怖分子 我認為這班人 我先不說政治立場 所以我經常這麼欣賞 處於劣勢的那一邊 因為劣勢的那一邊的部隊 還肯選擇戰鬥的人 其實他們的戰意是最高昂的人 其實他們就是 沒有任何利益的 也不是為了一份工作 基本上他們就是有最強的戰意 是要將對方 擊倒下來的人 所以情況很簡單 一旦你 你跟政府逆轉 變成你是既得利益者 甘於安逸 只是想 吃喝玩樂 不想去管的時候 保證這個部隊 無論你有多大火力 你也會打不贏 講了很多關於心態的問題 我們先說軍官說甚麼 我真的認為心態 戰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阿富汗當時訓練了十幾萬人的軍隊 而部署阿富汗的戰略就很簡單 因為他們是政府軍 跟當年國民黨相似 國共內戰的事情 我也看了很多 國軍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弱 但是國軍就是因為拿著大型裝備 你拿著大型裝備的特質 就是你會選擇固守陣地 換句話說 其實相當之類似警察 駐守在這個 跟警察署一樣 他們不會衝出去打游擊戰 一定是固守了城池 拿著重型裝備 固守了一些據點 問題是甚麼呢 他就是不擅長一邊移動 一邊打仗 而他互相的據點 又不是可以形成一個 火力網 換句話說 被叛軍 類似共產黨 各個擊破 他們可以調動重兵 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 集中優勢兵力 去攻擊對方 當你有優勢兵力的時候 雖然你是游擊隊 但是你一樣可以把對方殲滅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人數 人數多過一個點 一個點 分曝了 可能有10個防守點 但是如果你用10倍兵力 或者3、4倍兵力 攻擊一個點的時候 那個點 你就有優勢兵力 於是就用這種方法把他的點擊破 阿富汗的情況也相同 阿富汗的防禦方針 就是固守一些陣地 阿富汗訓練出來的部隊就是固守陣地 然後就是等 這個 後面的部隊來支援 情況也相當之類似防暴警察做的事 先排好防線 等到有速龍隊來的時候 速龍隊的性質 非常之類似特種部隊 所以速龍隊的攻擊方法就是鎖定特變的目標 然後就是會 集中火力 打擊那個目標 但是防暴隊就是要固守那個地方 拿到那個地方的優勢 但是他們就不會進行突擊 就會等有特擊隊來的時候才會進行突擊 過去阿富汗的打法就是如此 固守了一些有防禦優勢的地形 在有需要的時候就配合美軍 讓美軍派空中火力來支援 當美軍正式撤離阿富汗之後 政府軍就變了 不懂得 繼續去打仗 因為他固守陣地 原本固守 是為了要等支援 現在支援來不了 空中部隊來不了 阿富汗 塔利班就可以像當年的共產黨圍堵共軍 當時的國軍 國軍 共產黨圍堵對付國軍 當時的國軍也是一樣拿著重型裝備 但是當被包圍的時候 連撤退也撤退不了 他把大型的裝備分佈在不同的點上 互相支援不了對方 他們的訓練也不是打開游擊戰 所以 他們的部隊根本就支援不了 所以當 缺乏了美軍的空中火力支援之後 這個地方的軍隊就大敗了 甚至乎明知道也不會有救兵的 索性 就是氣械投降 根據 美軍前軍官所說 為什麼美軍不訓練阿富汗部隊 就是有空軍 以及訓練他們用更加多的 強力裝備 發現原來阿富汗人民的息子 的比率 只有10-20% 換句話說 十人裏面有八個半都不懂字 你想教一些根本 連字都不懂的人去做 飛行員 又或者做飛行的維修工作 以及重型裝備的維修 根本就是不可行 他們 要去建構這個炮兵部隊 也做不到 這個就是美軍跟他們最大的問題 美軍那種訓練方式 美軍那種戰鬥方式 太過是依賴現代化裝備 對於熟悉英文 以及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來說 當然沒有大問題 但是到了中東這些地方 你要訓練當地的部隊 當地部隊可能絕大部分 都不懂英文的 你連教他們操作 那些器械的能力也沒有 變相 政府軍的軍人 純粹的塔利班 拿著AK-47 一點分別也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沒有辦法操作大型 複雜的現代化兵器 出現了當年 國軍 被共軍圍剿的情況 還有各位 不能忘記 平民的支援對於打場仗很重要 一方面 政府軍代表的是政府 得不到民心 覺得你本來是一個貪腐的部隊 還有另一邊是叛軍 叛軍當年共產黨也得到民意支持 你可以說他開了很多空投資票 但是民間所有人基本上支持的就是 共軍 包括大量的情報 大量的線眼 共產黨也用了極多的價錢 僱傭農民 幫助他們運輸 國共內戰有很多詳細的資料 換句話說 他們跟當地人民的互動 比起政府軍好得多 這當然是令他們要圍堵一個據點的時候 輕而易舉 從你的角度說 就是大量的普通市民 出來也幫忙做放哨 你說要對付他們 是否容易很多呢 按照這位美國的軍官所說 剛才所有政府軍 的那種腐敗 的情況 裡面也有發生 他不是全面否定了所有阿富汗的部隊 裏面 也不乏有很多有戰鬥力 有學識的軍人 但是貪腐和毫無質素的人也相當之多 這就是令到阿富汗的政府軍 迅速潰敗的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各位 希望 不要一面倒 只是覺得美國輸了 清楚想想 為甚麼 半軍會打得贏 為甚麼政府軍會潰敗 有沒有值得 在一件事上 有沒有值得參考的地方 有沒有吸收教訓的地方 這個 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